第四十九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 我們歡迎貴倫美女 哈囉大家好 剛剛雅哲導演說得太好了 對害我現在很緊張 那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異屆導演曾經說我作為一名演員是善於等待 那我想創作的過程總是非常漫長 但是等待就是讓我們做好準備 讓我們的作品更豐厚 所以不要害怕等待 然後祝福大家 每一次的創作都有戀愛的感覺 我要帶你的初戀來 真的很戀愛 對啊 他演人色大門的時候 我是工作人員 真的 我是導演組的 所以他也算是你的初戀 對對對 我們都還記得初戀的那個時候 我完全記得他在劇組那時候怎麼樣 我也完全記得他 那是什麼樣子 我們要做嗎 要透露嗎 可以啦 他那時候常常穿一條紅色的小短褲 有 緊的嗎 也還好 不算很瘦 不算很瘦 這麼剛換的話可以講嗎 不算什麼 他的形象就是一直印象 一種紅色的小短褲 所以他為什麼喜歡穿緊呢 沒有啦 學生片都在暑假拍啊 很熱 很熱 然後我們 我們做現場的 其實 堪心啊 都怕死 所以 還年輕啊 那時候 二十年前 雅各大約還變得少美 他喔 我今天選他 他在西門町被我們的那個 Testing團下來 就一個 其實有點太魅要 因為他那時候也 我那時候也 我那時候也 他那時候熱舞色的 你敢相信嗎 好熱舞欸 熱舞欸 然後還帶那個 鏡片也不好好帶 是那個 鮮黃色的 然後穿那種 那個 超大的那種 T恤 像個小男生 小P的樣子 他跳HIPHOP喔 對對對 以前跳HIPHOP 哇塞 但後來都不可能再 再見你裡面 先出他的 我現在不會跳啦 我現在不會跳啦 聽說你講蛙子 對啊 現在都 跳天過 你是在標題這樣 我覺得這一行最困難的是 就是要怎麼去維持那個熱情 因為有時候熱情會被 消磨在一起 那今天早上我跟 就是新導演的分享 有啊 我們就是說 要有愛 有愛 用愛來包容所有人 用愛發臉 用愛你才可以 持續的走上這條健康的路 你沒有愛 那你走拍電影這條路 就會非常艱辛 會不會有愛深恨 有沒有有愛深恨 那沒辦法 那是你另外的 精靈調整 對啊 我們自己私底下在聊 的確會疲乏 對啊 我們自己工作了這麼久 對啊 也是偶爾也會 找不到熱情 嗯 那怎麼辦 但是來參加這種 刺激啊 刺激啊 你看 我看到他們年輕的 旺盛的 我覺得說 嗯好吧 我們也繼續加油 對啊 其實你看到他們的臉 會想到自己以前也 呆呆的 也很期盼 真的啊 有一天我可以得什麼獎 對啊 真的啊 我的作品被觀眾看見 很有趣啊 你從今次來講 你將來可能有機會 參加台北電影節 台北電影節 站上金馬獎 未來有機會到海外去 各種影展 這就是你的一條路 如果你要走這樣子 都可以 市場外部 電影院現在不管穿流平台多好 但是你就不把內容開好 對啊 他們的話都是同樣 就是做好故事內容 自來你就會有發光的無聊 嗯 其實我這個公司一直有在幫我 維持公司的事情 因為對我來說 我在限定的時間裡 就是給出最專業的表演 那我相信工作人員也一樣 我覺得過勞對所有的創作都不會是 就是一個好的狀態 那我們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 給出最專業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的狀況都會很難 所以我自己到 時間這一塊倒是沒有 當然會啊 因為有些時候 這種因素情況下 你還是希望能 多給一點 能把它完成 可是 嗯 我還是呼籲啦 就是 就是 休息這件事情 還是對所有的創作人 都是很必要的 其實演員很辛苦 嗯 電影 已經算是 這演的比較好 可能 紅色狀 可能 那如果是敢拍的那種 昂長戲 其實他們 他們的演員 才是最危險 最能夠 因為他們連續拍片 然後什麼血尿的啊 接下來 那個其實也是公安的問題之一 演員也是好 對 所以 其實那種拍片的惡許要 要做得不好 因為常常常會翻翻 自己作息會非常的正常 會不會有因此 有身體就是需要調整 一定會需要 所以他們也許得要修飾 對 我通常 我有的時候 看完一部戲都會 一停下來就會開始生病 生病 對 因為你那個長期的 要不是翻翻 要不是壓力 然後 都會讓自己 消耗得很好 然後我都需要 蠻少一段時間 休息才是這一下 那老師 會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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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發燒啊 會發燒 對 我這個不然 女朋友 最後一天殺完 殺青我就發燒 然後整個人就倒了 連殺青酒都沒辦法 都沒辦法出現 因為就從不出 對啊 因為你在一個高壓情況 你要維持高度專注力 把它完成 其實 你的腎上腺素 是一直在 對 對 他們情緒勞動 對 因為演員算情緒勞動 對 我有聽過女生 她如果聚集拉長 比如說 如果電影一個半月 或聚集三個月 有的就越精神 對啊 然後皮膚就開始出問題 男生就掉紅 其實看起來他們好像很輕鬆 可是他們要保持在那個情緒裡面 其實蠻慘的 導演壓力也很大 是不是下課 為什麼 欸 因為導演們都是要用精神意志力 告訴自己 不要生病 不要生病 對啊 那你擦是不是會大病一場 不敢 因為後面還有解決 我們更可憐 只能一尺 她病這樣 一天 病兩天 應該都是差不多宣傳到戲上片 宣傳期完就會 就會病生 對 對 我們會拖比較久 可是我們沒有自己 自保的方法 像冬天拍比較冷 她剛才每天就是那個人生 泡一大湖 一公升 你就是要喝完 啊你不知道有什麼保養 你還好 你還好 是邀請等 還是吃 你到底現在有新生分 就還要去當那個 沒有了 你們要update 我已經 正優已經是董事長 我進去又出來了 我進去又出來了 所以 所以這個要update 我已經不是董事長了 有 有 有 你這麼快 然後就生氣了 真的同學 欸那個不是捨棄啊 那個其實大家對公司 要有一點理解 是途中在做選擇 那因為那陣子 進了那個人事跟蹤的問題 我就上去頂一下 所以這沒什麼 就頂一下的意思而已 其實 對 就這樣 所以你當初已經知道 董事長是來的意思 一定會這樣 當然啊 當然你知道 是頂一下 因為他 董事長是一個 專業經理人的工作 我叫董事長來當桃園 他應該也當場笑到突然 對不對 一樣頂一下 所以大家不用太 太驚訝 他們考慮頂久一點 頂錯 我覺得很難欸 因為公司治理跟我的本行 不是同一件事啦 所以頂一下還行 一直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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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去學 就好像要去請教無分啊 他們是簡直 他就比較懂 那個公司治理 我們頂著都不會曉得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講 沒有啦 不講啦 有趕快講別人啦 所以不用擔心啊 那就是不同專業 暫時頂一下 名不名利被利用的 不會啊 而且還是 不會啊 因為你願意 你本來就願意跟靖新聞 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呃 我覺得 沒有不好 而且 這樣 可能別人媒體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進去跟他們公司之後 他們做的品質 神助理 我是喜歡的 所以我才會願意跟他們合作 你都不會有被利用 而且其實我會更加了解各位在幹 各位的老闆 給各位的壓力有多大 對 而且管理者 你下面寫一個電影故事可能就是這個 對啊 記者的後新聞 就是每次我們出線都是賭賣 對啊 管理跟實際的新聞工作 我們也有心理修潔的狀況 對對對 管理者為什麼初戀會是很尷尬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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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戀 初戀 初戀什麼 啊 啊 知道你初戀 初戀早就忘了 那上台是 這輩子是 但是齁 大家都是對初戀 可能會有一點 美好的 就美好的 的想像 但是 談戀愛談久了齁 就拍片拍久了 那個心跳的感覺 我前陣子 我前陣子 我前陣子有這個問題 但現在又有一點 被被找回這種 拍片的感覺 不是前陣子有忘記心跳的感覺 前陣子 大概去年 天橋 宣傳結束 那陣子 有一點 有一點寫什麼都覺得 沒味道 就讓你們採訪 算了 我也不問 我訂閱 是吧是吧 別的記者發問 也是會 也是會 我也知道 超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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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的那個心跳 對啊對啊 泡油 對 我手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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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戀愛感又好久 那現實生活的戀愛感 有很持續嗎 很持續 我一直有在看劇 看要跳進哪裏 戀愛 那之後有新片嗎 呃台女 台北女子組件 今年可能 下半年 那電影呢 我目前還沒有找到她 還沒有 還沒有跳進戀愛 然後會試試 喔 還沒找到戀愛女子 對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那我剛才講 你還是演第一次拍片 我以為你要不要出戀 出戀 也就是出戀 出戀 出戀好久了 記不得了 人機大了 你的 比較早的片是 我最早第一部就是 《衝浪夢露》啊 1994年 林鄭森導演的 那個我做常識 常被罵 罵我的攝影師 三年後來找 跟我找工作 因為第二年 他在DWP我就做直名製片了 沒有 這個都是 因為要銘利新人嘛 對 所以我們都要講 經驗的一些過程 我以為結論是熟度也丟 對 所以不可以隨便翻發工作人員 我們現在還要注重工作人員的權益 對 工作人員的時間 我們本來就是都一直在維持著這個 這個紀律 其實只是說 你有沒有被看見 只是因為一個外世界 所以他事實會出顯而出 但我覺得那個都是 我們可以好好的多重視 多討論 多溝通 因為台灣電影產業 基本本來就是要靠互相溝通 不要對罵 但是就是溝通 彼此理解這個產業 它到底什麼樣的缺失 因為你有各有各的難度 不然就會變成大家 導演要寫好劇本 問題你要找預算 那現在公司高張 你本來拍30天 要變50天 你本來拍兩個月 變三個月 那預算在哪裡 誰投資者要投資你 那你沒有錢 那你請不要拍片 對 那如果你覺得做這個 產業很痛苦 非常的為難 那請你轉行 你要做這一行 因為每一個行業 都有每個行的艱辛跟困難 那只是說 大家討論出這個 我們還是要面對 那大家就互相友好的 我們繼續的大家繁捷 吸手網路走 不要那個就是彼此埋怨 因為這樣子都不健康 對 因為很貼心 跟那個Netflix 那種大老闆 鼓勵一下 其實給台灣的 製作費其實 遠遠跟不上其他國家 我們都有很優秀的 團隊 我們能創造很多 很棒的故事 那你不能都事後 對不對 每次都是 我們做好了 有如果一個怎麼講 你就咚咚咚咚就跑來了 那你沒有你就忘記了 所以我都會覺得 所以有哪一個公司 是這樣子 可是所有都是現實 所以我們還是要面對 對 今天今天可以講 也是我們鼓勵很多新人 很多好的導演們 刺騙們 他們要走上這條路 不就是要這樣子嗎 所以剛好我們今天 三個早上座談 我們也都講出一些 心聲 但我覺得也是很好的 異性 對 用我們三位來示範 那就好了 對 產業要進步 老闆 也要看得起台灣 看得起 不然就沒辦法 台灣的影視工作者的 勞力的工 那個薪資是被低估的 然後各位記者 其實你們的薪水也被低估的 真的 好少 不想做 對對對 沒關係啊 這就是一個 今天工作先做完 某個的過程 我覺得一方面我們自己監製 導演我們自己主創人員 要開始更認真的去考慮 工作人員的東西也好 安全也好 那投資方 其實也要認真的思考 不要再用低聯的價錢 低聯的價錢 想要做出什麼美好的作品 很困難 很快這一波的那個 台聚起來的那個氣勢 就會被拉低 對啊 因為一個產業要做起來 他就是需要 對 要馬而跑又不讓馬而吃 對啊 對對對 沒錯就是這個 所以啊 每一個行業 大家都要自己努力爭取 沒有欸 因為董事會改選之後 我就希望說 你董事會不會 我自己 傻大人是 很強 但是我還是有關心 偶爾再轉貼他們做的一些不錯的 但是我還是有關心 那怎麼感覺很最近在開發 我進去之前跟爸爸回座的 他他他他他現在身在後期了 三半年吧 然後還有一個店 我跟大家見面了 大家會在後面 那好 那我先去拍 好 後面還是會再跟大家見面 老公也很快嗎 很快一點 很快一點 是 跟你們聊天很快 跟老闆聊天 啊 那不叫聊天 大家午安 我想在這邊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 今年的精稅獎 精稅影展 除了所有的入圍影片 我們會協助大家去 製作成 可以在戲院標準規格放映的DCP之外呢 我們今年也有一個 所謂的精稅Plus的一個活動 會讓這個影展舉辦的這個地點 會有一個類似沙龍的一個設計 讓所有的入圍者 入圍的團隊 你們除了來參與自己作品的一個放映 QA 也可以把這個討論 繼續帶到這個沙龍裡面去發聲 在那裡也許可以認識更多的好朋友 結交日後可以合作的夥伴 然後呢 我們也很雞婆的 每天都會在那裡安排 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也許是參加國際影展經驗非常多的短片導演 來跟大家分享自己報名的策略 參展的方法 也有所謂的監製導演 編劇等等 就是在影片的各個部門的這些 非常有經驗 又非常樂於分享的這個業界的朋友們 都在這次我們的號召之下 都願意投入 就是這次的活動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整個精髓影展 都把它包起來 不要只有你電影放映的那天才來 我們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在那裡遇到 喜歡創作的各位 然後也就在這些所謂的聊天 交友 抱怨 閒聊之中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創作的方法跟原理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麼多的活動 可以幫大家扮演起一個橋樑的角色 我想這次金馬執委會做今最期最大的期望 所以今年我們除了實體的影展以外 一樣會讓沒有辦法參加實體影展的影迷朋友們 可以透過線上的方式 可以看到所有的錄影影片 那我們也會邀請 就是對短片 對於所有的新樂創作者 感興趣的這個業界的朋友們 也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創作 希望我們可以建立起很多很多的管道 讓有心繼續創作的這些優秀的你們 可以跟這個業界之間 打開很多閃門 很多戰闖 如果有我們做不好的地方 那請大家多多提出 讓我們可以為你們做更多的服務 我想正式喜歡電影 但不拍電影的我們 其最大的期望 謝謝大家 謝謝 有沒有打理 雅澤導演後面的 可以嗎 對 哈哈哈哈 好 那最右邊 呂柏勳那邊有沒有被擋到 那攝影師先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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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